好另外一头 亲民党晚间在花莲造势 不过复婚期并没有现身 宋楚瑜的泽地兵刘文雄 则是批评国民党把绿营的选票都拉走了 还直批昔日人马像是周席伟无情无义 不过宋楚瑜也替夫婚期来换夹 说他已经来接机就是已经表态 不过周席伟目前还没有任何回应 主席还没开口外表显示不在意 不过迪戏子弟兵刘文雄确实抢先开火 最近很多的好朋友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在国民党强大的压力之下 他们不得不对宋主席做出令人法子的行为 我明白讲那位叫周席伟 主席一定不愿意我这样讲 我还是要讲 脱口炮轰周席伟没情没义 不是宋主席的栽培 不过仔细听听看刘文雄在讲周席伟之前 确实意外脱口 我明白讲那位叫周席伟 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个副字 是不是在隐约迟迟不表态的县长傅困奇 我觉得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支持宋主席 但是不必在这个时候 对自己的老朋友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宋主席既然也没有说出什么话的话 我想我也不必再口出而言 讲得很含蓄也说主席没说话 自己不方便多说什么 不过看看离选战只剩几天时间 宋主席伟困奇除了早上的街机活动外 宋盛造势活动和扫街都没看到身影 就连最后老长官要打到回府 傅宽奇还是无影无踪 也难怪同是子弟兵的刘文雄 会站出来替主子一吐元气 居然气我廖外领讲自花莲采访报道